LAYO聊四季 天天的奴階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要來看不列電人 對上朝鮮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遷移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 紅方是選擇了朝鮮人 朝鮮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馬戰車非常強大 而且朝鮮人除此之外 挖石頭速度也是有性命最快的 而且他的劍塔也會免費升級 所以朝鮮人算是一個 比較適合塔攻的文明 除此之外 他的工兵 凱爪也是免費升級的 主要的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工兵打法 還有自己的馬戰車 步兵單位跟騎兵單位 其實都不太行 最主要是因為沒有三級依攻的關係 所以步兵雖然有三級的防禦 但是攻擊起來是有點差強人意的 那朝鮮人的後血 主要是打頭車 馬戰車 還有工兵 還有這個老頭為主的文明 那海戰的部分 他可以打這個龜甲戰船 但龜甲戰船的話 他的數量異多 只能當作坦克 主要輸出還是要當魔砲戰船 為主會比較適合一點 接下來看一下 不列典人 不列典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吃綿氧 這種可以驅化的動物 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再來就是他的成人中心 木頭的半價 只需要半價 就可以蓋下新的成人中心 不列典人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長工兵 工兵射程也是最遠的 所以不列典也很適合打這個工兵路線 但其實不列典他算是全能型的文明 三公三房基本上都有 雖然沒有品種 但是騎士來說有三房 還是可以堪用的 不列典人 還算是比較適合打這個工兵 配上槍兵路線 會比較適合他的這個組合搭配 因為槍兵可以阻止 就是朝鮮的大洛馬 的衝鋒攻勢 不列典人的話會比較需要 轉一些鐘頭 或是槍兵 或是洛馬 之類的來用 所以騎士來說 他算是全能型的文明 所以不會太差 那不列典人在海戰來說 優勢就沒有這麼的明顯了 那會怎麼說呢 他這個 海戰路線 算是 基本上是零加成吧 但朝鮮喔 至少還有這個 龜甲戰船可以做使用 所以這張地圖 兩邊都應該都是選擇了一個 隨機的關係 所以都沒有選到 對於海戰比較明顯加成的文明 好 那我們這邊看到 不列典人 準備要來升 封建時代了 但這邊感覺好像沒有要來打這個 高速封建喔 而是要來打直層的樣子 那MBL這邊呢 也是要來打直層的 並沒有要打一個 超級級速封建快光 上風的時間喔 都偏晚一點 啊 這是牽引地圖喔 不好意思 好 牽引的話好像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豬肉的關係喔 所以上風劍時代本來就會晚一點 喔 這邊好像只有羊沒有豬喔 忘記這張圖的配置喔 有點不太一樣 跟阿拉伯 那這張圖呢 風劍時代已上去喔 也是可以考慮打這個火戰船的 所以這邊火戰船稍微存一下木頭 那這個時間點喔 可以開出雙碼頭或是三碼頭 作為考慮的 那碼頭的部分呢 要盡量開遠一點 然後一樣開在這個海冰魚群的旁邊 當你海冰魚群的村民喔 一盜碼頭 就回去吃這個海冰魚群 那火戰船的部分呢 就繼續生產就可以了 但是也不能按太多漁船喔 漁船按太多的話 很容易會被對方的戰艦 直接給壓制回去 好 那NBL跟不列領 確實兩邊都是想打一個直城喔 這個漁船按這麼多 就是要來打直城 一波按到底 肉沒有要挺的意思 好 一升到封建時代 結果NBL還是要來打戰艦喔 直接按下了 非常多燒的 戰艦生產 三艘戰艦 好 不列領這邊也是 三艘火戰船 準備要來生產出來 但不列領這邊直城已經升上去 NBL這邊還稍微慢了一點 沒有第一時間下 市集跟兵工廠的關係 所以時間上稍微落後了一點點 好 這邊升到了城堡喔 開始挖石頭 唉唷 挖石頭 拉了蠻多的喔 五隻村民 正常來說 好險人喔 只要拉四村左右 就可以正常挖水棟城堡 就跟五隻村民去挖的一般文明是差不多的 這邊是選擇六個 好 這邊有拉了一艘運輸船 準備要來偷渡 到中間的島上 來蓋城堡中心 左邊去探渡的戰艦喔 已經看到左邊有兩艘火戰船過來 右邊這裡則是只有一艘 左邊要繼續往前 這邊載了一個肉碼 還有幾隻村民到前方 看到生物了 要不要來中間這邊 蓋城堡中心呢 好 左邊的戰艦繼續往前 一直到城堡時代 要趕快來點一下 奴炮戰船的升級嗎 哇靠 結果一上倒就是蓋城堡啊 那這個有可能是要來打這個 馬戰車流了 好 MBL這邊點下了 奴炮戰艦的升級 好 兩邊肉碼稍微追逐一下 MBL這邊有注重經濟喔 點下了二級伐木 普利連這邊也是點了二級伐木 一級農也沒有點 好 待會可能還是上倒之後 這個肉類或許太慢喔 才會去點這個一級農 好 右邊 戰艦有點數量被壓制住 MBL趕快回撤 戰艦要繼續出嗎 好 轉了一個龜甲戰船 OK 好 左邊戰艦可以打得贏 開始往前突進 好 這個海域遇到龜甲船 要怎麼打呢 開一炮 閃很高 再一炮 直接打爆一艘 第二艘也被打爆 MBL的火戰船 有點數量太少 但還是打贏了 龜甲戰船吸到了非常多的傷害 好 正面的部分 對方不烈烈已經轉出了老頭 老頭來打馬戰船 下午騎士很不錯的 當然這邊第一時間拉走 所以沒有被著想到 肉馬上去解一下 要三刀才可以砍死一隻老頭 但還蠻快的 OK 三刀沒問題 搞定 好 正面的碼頭 就去 我要出戰艦嗎 看起來有沒有去輸 好 這邊少量的戰艦 繼續騷擾 但有一個龜甲戰船 已經走到了 不列顛的海域 當然這個應該可以扛了一發 魚船是60滴血 龜甲船只有50滴的傷害 OK MBL看起來是要來棄海了 專心打陸戰了 老頭一出來 可以招強調嗎 這個老頭是MVP 已經屠殺了兩隻老頭 這個肉馬 好 家裡繼續正常 也沒有轉出太多奇怪的東西 算是一個很正常的開局 然後轉出了偷吃車 開死攻城 那不列顛這邊要考慮在下一個修道院會比較好 雙修道院趕快量產自己的老頭出來 然後隨便把老頭的科技點一點 神聖思想 宗教狂熱 趕快去點出來會比較好 遇到洛馬該怎麼處理 其實不列顛也很簡單 直接出槍兵就好 槍兵來擋一下洛馬也OK 或是直接轉攻兵也是OK的 好 好 上方這個城鎮中心被打的話 會比較近喔 不要再去產更多的村民 這邊守不住的機率是有點偏高的喔 好 不列顛這邊在這裡補下了一個神聖思想 手推車研發好了 經濟很快就升了上去喔 左邊來個頭車砸了一發 中午解掉了正在拆除家裡的頭子車 肉馬想要過去解 但後方有兩個老頭 頭子車也稍微預判了一下 沒有砸到 那MBL這邊看到老頭開喔 也可以考慮轉個馬舊去出肉馬 但是現在要出肉馬壓力是非常大的喔 其實不太好出喔 因為自己的漁船已經被燒光了 要轉肉馬的話可能需要一段時間 不然他這邊出肉馬肯定會斷村的 這裡再補個一發 有機會預判到嗎 差一點 OK最後還是把城鎮中心給拆掉 左邊再補一個城堡 好想要來拆除左邊的城鎮中心 村民稍微拉一下 好 搜索 掌了一發 上方的頭子車掌得非常關鍵 收掉了補裂點唯一的頭子車 第二台頭子車來不及 哇一出來的老頭直接被拍掉 一出來的頭子車換掉了一台還不錯 第二台也有機會 哇一換二一換三沒有問題 這個時候拉掉沒有換走 就我自己差點被換掉 好 上方馬戰車來毒口 這樣抬頭子車互換掉了 好 馬戰車這邊可能會遭響掉 趕快走 這邊修召院想要再補一個 差一點 好 羅馬趕快過去追 但是現在要神聖思想了 應該可以保護住這隻老頭 老頭 哇 來不及 這隻老頭可能還是要死 哇 兩隻老頭都被打掉 MBL這邊操作非常的犀利 雖然損失了一隻肉 但換了兩個老頭 非常的賺 好 這邊再拆掉這個程度中心 補裂點這邊經濟又會再下滑一點點 好 馬藍車又再稍微拉走 頭子車過來砸了一發 但可以扛住一發頭子車的傷害喔 好 有點血量45滴血 發一發沒問題 把MBL這邊保錘加塔弓 確實重傷到了不列顛的 這個本島的經濟 我們就要把這個稱為外島好了 這個本島講中間會比較直觀一點 好 把村民拉到左邊 可能還要再開一個城市中心 但MBL這邊城堡寶菲給的壓力非常大 竟然三棟城堡已經被挖了出來 好 不列顏這時候才補下了第一棟 城堡 但目前是不列顏有這個控海的優勢喔 所以漁船方面肉量應該是沒問題 但要怎麼拿回陸戰的優勢喔 這也是個問題 看要不要直接轉一些戰毛兵喔 去反制馬戰車喔 也是不列顏可以考慮的範圍內 但這個數量可能要多一點喔 太少的數量是擋不住馬戰車還有投石車的傷害 所以不列顏這邊轉一些長攻兵喔 出來打也是可以考慮的 不然就是轉更多的老頭 去做應對了 後面再補一個軍營 MBL的外島已經開始被控制住了 本島方面還是MBL拿到許多的優勢 但村民上來說兩倍是差不多的喔 這邊抓到移動村民 打掉了一點血量 哇 有點歪 哇 原來我沒打到半隻 全部走掉了 好 稍微控制一下正在蓋的修道院 跟巨影 MBL這邊開始點了一級農 把經濟開始升上去 但不列天這邊已經點下了帝王十袋 要來一個樹地開始控圖 好 這個城堡想要硬蓋嗎 可能會有點困難喔 但還好這邊馬彈的數量還不夠多喔 他硬蓋好像還有機會 這個城堂中心看來沒了 OK 硬蓋決定了 他們又要撤了 稍微拉走 回頭蓋一下 九六 九七 九八 九九 一百 最後蓋好 還是損失掉非常多的村民 好 這邊長紅兵一上倒 就遇到防御箭塔 在家裡防御者 那這裡待會可能還是要補一個 防御箭塔會比較好 好 上方也有馬彈車到處都是 好煩哪 好 長紅兵這時候走了過來 家裡完全沒有東西可以擋 看要不要按一台運輸船 把這個馬戰車運過去喔 那這個馬戰車要運過去很困阿 因為現在已經被不列顛空海了 所以現在不列顛 要來打家裡城市中心這裡是沒問題 那不列顛這邊就去空這個黃金就好了 朝鮮則是在旁邊補下更多的 防御箭塔可能會更好一點 欸 結果尚爾帝王時代 不列顛要趕快去按一下巨型球司機才行喔 好 上方這根城堡 看起來蓋不太起來 好 長紅兵繼續騷擾當中 好 這根劍塔 起得有點極限 OK 但也是起起來了 好 先來外島上的村民喔 開始有點被騷擾到囉 好 這裡防御箭塔可以全部收掉 就很賺囉 看它左邊 左邊的部分 看起來NBA樓 存了非常多的衝車 沒有想要來上帝王時代了 這一波衝車一頂 能不能做到事情呢 好 下方的衝車已經開始出來 上方的衝車已經開始前進 台頂 哇 這邊頂爆 第一台 巨型頭C 兩台衝車往下走 也是開始輸出下方巨頭 NBA樓的城堡 並沒有被拆掉 反而是不列顛 城堡已經開始被輸出當中 哇 好傷 NBA樓已經把不列顛正面全部打爆了 這邊衝車一直在輸出 這邊為什麼馬戰車不逃離城堡的射程範圍 是為了要保護這些衝車 我被這些村民還有其他東西打 所以一定要把馬戰車在城堡市城裡面去做保護 一出來稍微修理一下 馬戰車這時候拉走有點 拉的時間不太對 被拆掉一台通車 村民想要硬拆 OK OK 三台衝車應該可以搞定 下面有更多的衝車頂了上來 NBA樓這一波打得還算可以 但是馬戰車已經損失非常多的數量 兩個城堡已經被衝車給頂爛了 雷典這邊上方也沒有辦法繼續正常挖掘 場路兵上去救一下 這裡可能需要更多戰艦 好 NBA樓家裡的常攻兵的問題也解決掉了 看這邊要不要再補一個箭塔 家裡也開始慢慢纏一些村民 但一直有被外圍的戰艦給騷擾到 但沒有關係 正面兩個城堡被拿下來了 基本上是十拿九穩了 因為本島才是重要的 這個本島非常多的支援 而且現在3TC已經開起來了 村民茶具也打得出來 69村對上105村 NBA樓的抉走非常正確 氣海 然後轉大量馬戰車 跟這些奴套戰艦互打 哇 這個城堡建不起來 可能就要G囉 好 跟著馬戰車建了起來 NBA樓想要繼續用城堡斯袋跟地獄斯袋互打 好 這時候重型奴炮戰船跟馬戰車PK 能打得贏嗎 那如果目前想要把家裡的本島給鎖住的話 家裡這個外島 就是再把這個箭塔慢慢往外插 想要村民不會被受到干擾 就可以再繼續產資源 馬戰車再賽斯上前 想要繼續阻止蓋城堡的村民 好 這邊村民還是有拉好 OK 蓋好之後馬上收村 藍城數量已經所剩無幾了 特別太多奴炮戰艦在攻擊當中 好 但下方還有更多的馬戰車走得過來 裡面藏的是衝車 但應該沒有機會拆喔 衝車一出去就會被島上的島民喔 爆打一波 還敢上島阿 衝車表示 好 那目前朝鮮人 準備要來點下彈道學跟帝王死蛋 經濟自衛量已經差了不多 那伯雷電則是轉出了大衝車的升級 也不是大衝車阿 伯雷電只有一半的衝車喔 裝甲衝車 大衝車是沒有的 這次比較可惜一點喔 明明是攻兵國 如果有這個大衝車的話 伯雷電會非常的舒服 好 這邊本來想要運村民上島 結果被抓包 MBL非常信心的守護這座本島的守護 經濟越來越好了 再點下帝王死蛋 那會可能會帝王勸退嗎 好 MBL點下了火箭技術 可以增加箭塔 還有這個城堡 對戰艦的傷害 好 這時候伯雷電軍呢 運了一個巨型頭司機上到了外島 好 開始要來進行攻城 但兵量其實不多 好 果然衝車一上去就被島民爆打 那後方有奴炮戰艦 這邊島民要小心一點點 哇 島民直接被燒毀 太殘忍了 好 城堡後方 繼續帶出巨型頭司機 看來 伯利典還沒有放棄 但勝到帝王死蛋 還能不放棄嗎 這一台巨型頭司機 可能要被頂掉 來不及 哇 就被解掉了 OK 勝到帝王死蛋的MBL 馬上點下三級射跟化學 打席劍塔也升級好了 好 結果朝鮮這邊點下了 衝車子升級 馬彈車直接上前硬解 解掉了巨型頭司機 下方再偷渡 繼續想要擴張自己的領力 伯利典能夠躲倒成功嗎 登陸戰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好 夢打衝車已經升級好 好 正面馬彈車也不管巨型頭司機 直接硬拆 哇 拆的速度還算是蠻快的 OK 直接硬解 解掉了 所以藍水設立線馬彈車的數量 但至少家裡的外島 已經安心的守住了 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下方的村民已經開始在拖挖資源 家裡本島的村民已經開始一直一直運過去 但是他一運過去就會被打 再到處做馬彈車 但NBL碰圖碰得還算不錯 沒有太大的漏洞 最後下面被建立起來 但NBL也有發現 馬上補了一個大型劍塔 等一下劍朝霞 提升一下劍塔的攻擊力 這樣攻擊力就升好了 變成8加7 不能再多 這個劍塔的傷害 到達最頂峰了 而且還有火箭技術 哇 射的這個戰艦傷害多高啊 但布列典轉出了火炮戰場 開始要來拆除外圍的劍塔 這邊馬彈車互打 但是最後 布列典搭出了聚聚 沒有想到馬彈車跟戰艦互打 算是打得有點五五開 並不會太慘 跟戰艦來說 這個交換比 有點算是可以接受的 那NBL這邊控圖 控圖真的是蠻棒的 這場感覺就是用馬彈車 跟戰艦互打 這個有點算是戰艦打海戰 馬彈車打海戰 算是蠻好的一個示範 雖然直接氣寒 但是直接用這個 朝鮮的劍塔自動升級 讓自己的暗兵 有一個良好的守護範圍 建立自己的中央大權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NBL拿下所有的資源勝利 畢竟拿到本島眾多的資源 即使布列典搭按到幾百村 自己原本的島 資源就那樣子 挖完什麼就沒有了 所以還是要奪取島 中間才有足夠的資源可以做使用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問你們